我们中俄双方的特战队员都会登上我们中方的运输直升机 到达指定的空域之后 他们将会完成激将并且实施超低空的隐蔽突访任务 所以说接下来呢 我们将会登上中方的运输直升机一块儿去跟他们执行此次核链任务 中俄双方特战队员分别搭乘中方入航运输直升机 俄方到达任务点位后 首先为中方开辟即将点 同时引导中方特战队员即将 在敌方防御纵身实施即将后 联合队敌进行攻击夺取要点 从昨天的训练情况看 咱们到了这个即将场上空 进行这个索将的时间稍微略长 导致我们在这个纵身暴露的时间较长 在昨天的基础上 要体现这个10到20秒之前 速度一定要提升 为了缩短直升机发落在战场的时间 特战队员的锁降速度还要在原有基础继续提升 这也是中方特战队员第一次在联合演习任务中 以一击多绳的方式进行击架 因为我们以前的话都是一级单绳 我们这一次也是采用了一级多绳的方式 然后就相对于是在更快的时间节点 我们就是跟俄军共同的时间节点 然后完成这次纵身机架的任务 然而一级多绳的机架任务能否顺利展开 与特战队员和陆航之间的协途配合也息息相关 单人的离击的话可能状态更容易保持 如果说六人同时离击的话 重心变化快 对我们飞行员在精准的选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重心会变化 可能会发生前后的位移 又会导致特战队员离击之后 锁降的地点他就可能会受伤 刚才我们的突然队员离准太帅了 一眨眼的风步就看到他们已经完成了几项动作 风步窗口我们看到他已经迅速和额方的能源组成了 联合的迅速散开了接下来的行动 可以说整个这个即将的动作完成了非常的流畅顺利